哈喽,大家好,我是Miss Lee 好吃的曲奇一定安排上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是 咖啡牛油曲奇 首先在一个干净的搅拌盆里 把室温软化黄油和糖粉 用胶皮刮刀混合均匀 加入鸡蛋液 量多的话可以分2-3次加入 确保鸡蛋液完全溶进黄油里 倒入放凉的浓缩咖啡 浓缩咖啡最好是在制作前 用热水冲开放凉 筛入面粉 如果希望面糊更细腻的话 可以把杏仁粉一起过筛 筛掉杏仁粉里的大颗粒 但要补充上同等的重量 用胶皮刮刀翻拌 直到把粉类材料和黄油 完全混合均匀 放入裱花袋 放入裱花袋 有A4纸尺寸的下载链接 直接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按照母板的尺寸 以字母Z的方式挤出5-6条线 用母板的目的是 为了控制每一个曲奇的大小 当然如果你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可以直接挤在烤盘上 它可以是圆形的 叠加形或者是三角 任何形状 风炉烤箱预热180度 烘烤5分钟后 转160度再烤15分钟 高温来定型 低温蒸发水分 这样的方法 曲奇口感更酥 保存的时间更久 出炉后最好是放在冷却架上放凉 让底部透气 成品会更酥 黄油的质量是曲奇饼干最大的秘密 如果想做出好吃的曲奇饼干 在黄油的选择上就不要太随意 也并不是贵的就是对的 从质地、口感、外观、香味 几个方面考虑 我推荐以下几个品牌参考 感谢观看 喜欢我的分享 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